人力不足 導致醫院靈藥窗口大排長龍 成為常態 但其實在台灣 每一萬人有13名藥師服務 藥師比例 遠超過先進國家的8.6人 但醫院會出現藥師荒 關鍵在於人力嚴重分配不均 像日本狀況也是一樣 他們一樣有醫院缺藥師的狀況 事實上他們藥師 這幾年廣射藥學制之後 造成有十幾萬個藥師在流浪 藥師整體人力並不缺 根據藥師工會全聯會統計 目前職業藥師有三萬三千多人 其中只有兩成六 在公私立醫院職業 而社區藥局跟診所藥師 加起來卻達到一萬八千多人 顯示只有各大醫院藥師 才有人力短缺問題 就連藥學系學生在實習階段 就幾乎確定在醫院不會久待 目前看到的話 醫院確實是事情比較多一點 然後外面待遇可能也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可能在醫院 待一陣子之後就會出來職業 醫院留不住藥師 主要因為工作量大 醫院藥師需要輪值大夜班小夜班 跟住院臨床醫師配合用藥監測 還要學習各種新藥責任重壓力也大 但是平均年薪約八十萬元 跟藥局藥師相比 醫療糾紛相對少 藥理基本知識公實固定 加上連鎖藥局 現在開出百萬年薪搶人 導致醫院藥師招聘越來越困難 最好的解法可能就是說同步的 在地方可能會有一些藥師的補助 那另外說也鼓勵地區的醫院 把現在的處方可以逐步的釋出出來 讓那邊可以偵測一些社區的藥局 藥局的高興誘惑導致花東跟偏向醫院缺人最嚴重 在廣州中發展開火